哈囉 大家好 這裡是外派生活不孤單 今天我們要到日本三重線的高爾夫球場打球 一起出發吧 抵達球場之前 先跟大家簡單聊一下在日本打高爾夫球的費用 大部分的球場都不需要繳會員費 打一場球的價格大約在一萬日幣上下 包括高爾夫球車 打完酒凍的中間餐點 還有結束後的泡湯費用 所有的服務都不需要再另外給小費囉 到了 我們一起去櫃台報到吧 一般會在預訂開球的45分鐘前 在大廳完成報到手續 然後去換高爾夫球服和高爾夫球鞋 我們習慣在開球前的30分鐘領球車 然後到練習區暖身試打 熟悉這個場地的草總 這一次預約的是OUT路線 從第一洞開始打 硬是從第10洞開始打 在第一洞和第10洞前會有一個籤筒 可以抽籤決定開球順序 一般是從白色發球區開球 女生或者是年長者 可以從距離比較近的紅色發球區開球 距離比較遠的黑色和藍色發球區 需要有證照才可以在這裡開球 今天前面那一組4個人的打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們才有時間拍影片和拍照 如果遇到前後兩組都打很快 我們就會打得很緊張 也因為都用小跑步節省時間 所以也很好體力 其實我們在日本打高爾夫球 最期待的就是打完腳動後 會有一個小時左右的用餐時間 先用噴槍和刷子把鞋底和鞋面清乾淨 然後把帽子掛門口 一起進餐廳用餐吧 你可以選擇免費的基本餐點 或是在家前加點其他套餐 以及啤酒等飲料喔 離開餐廳前 先簽名確認家點的品項 最後離卡高爾夫球場時 再一起結帳就可以了 我們要接著去打後酒洞了 這一個秋場的後酒洞比較難 就不帶著大家一起了 等我們一下喔 待會再帶大家去泡湯 嗨我們打完十八棟了 一起去泡湯放鬆一下吧 高爾夫球場裡的湯屋使用規則 跟飯店的大眾湯屋一樣 唯一一個不一樣的 就是千萬不要在置物櫃前就拖光光了 要記得到大眾更衣室再換 然後把乾淨和髒的衣服都放在籃子裡 再進去湯屋灌洗和泡湯 今天的日本高爾夫球場之旅 就到這裡囉 下一個影片見 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按讚留言和分享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 成為我們繼續分享的動力來源之一喔 掰掰